记者张存归台东报道 台东县东河湘金尊海边今天上午又传出海龟遭误布 这是8月以来通报的第四支 海龟专家陈一郡指出 今年暑假通报量比往年多至少三成 可能是台风等气候异常影响海龟回游状况 根据农业处续产保育科统计 今年累计通报已达23支 金尊外海在8月1、7日及今天都有海龟误布通报 今天误处于往的是未成年的绿细龟 背甲曲线长40公分,宽35公分 副甲部有一处长3公分的伤口 但活力还不错 农业处也立即派员后送至屏东海申馆进一步治疗及观察 陈一郡指出 以往8月因为海水温度较高 海矿平静,是海龟通报的当即 今年8月甚至连新北市都有好几起海龟通报 推测可能是气候异常,影响海矿 已让青少年龟较无法适应而出状况 他进一步表示,渔民也越来越有保育意识 会主动通报,而通常通报的海龟存活率三成 若发现受伤海龟,希望能尽早通报,尽量抢救起来